白綠相間針織衫搭配長褲 說吃海鮮很奢侈爆出爭議以後 楊承林一生休閒現身北京機場 面對粉絲熱情親切揮手打招呼 楊承林過管制區搭飛機 邊走邊滑手機 儘管戴著口罩人看得見 她兩眼無神幾乎沒有表情 看來心情大受風波影響 讓粉絲紛紛喊心疼 吃到海鮮暫不絕口 楊承林在大陸節目直言 在台灣吃海鮮奢侈爆發爭議 有人為楊承林平反 認為是一時口誤被斷章取義 另一派網友指出 他三歲起學芭蕾十一年 海鮮會吃不起嗎 而這片段是中共宣傳部文化節目 明明7月播出 官方卻在此時曝光花絮時 祭典引人矚目 楊承林還突然提到自己是廣東人 也讓人聯想是否被炒作 上什麼樣子的節目 會可能發生什麼樣子的狀況 他自己應該心裡頭有數 完了以後呢 他講的話 應該會在左右兩邊 找一個合適的位置 直接切過去 只是他在切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的某些局部 如果被有心人士拿來刻意的放大 那這樣子的話會對那個人 是一個不公平的事情 而節目上還有來賓說 台灣沒有豆腐魚 其實這就是屏東東港特產 俗名叫做納葛魚 網購每包16到20位 大約150元 價格清明 縣長潘孟安跟某文 這是在東港點餐經典笑話 真的叫納葛魚 下次不要再開老闆玩笑 意外讓民眾上了一課 TVB的新聞上面是洪一廷泰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